好久沒來囉 就問到了 其實我沒有覺得很久 但是我要問Mike 他說你上次來是四個月前 對啊 你就人間蒸發了呀 沒有 才四個月還好吧 四個月算 這樣有來賓一來 然後就是八年沒來 也有來賓開播的時候來 然後就再也沒來過了 空殺了 沒有啦 節目要開始了 還不趕快回來 講一下這個 鄧娃先生的創作 國小就開始了 國中時期 你就已經會在無名小站上面 上傳自己的創作了 算是很早就開始做這個 活王仔 對 不好意思 尊重一下 圖文部落客好不好 對 我要 網站有40萬的瀏覽量 超強 我印象超級深刻 我的無名絕對沒有過萬 我補充一個 我不排除可能當時有學著用什麼 無名流量灌水器這個 那我懂 我不排除這件事情 因為長大忘了 還要研究是那個啊 那時候頁面還有那個漁法 你要去改那個頁面 放音樂 然後那個滑索要裝 要變成別的東西 你解釋了 後來你有參考就是叫那個 熊寶圖畫日誌熊寶 熊寶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 對 然後還有四小時啊 這兩個我都沒看過 可能你那個時候正在當兵 你現在有一個人生中改變的轉折點 你大學 休學後就北上 我們是楊梅人 對 我楊梅人 而且你說你活動範圍 原本大概就是在中立 對 就是覺得中立真的 那個 比桃圍好對不對 太習慣了 你不要站著了 我真的覺得中立有點奇怪 畢竟我們離開中立的時候 中立有四怪人 中立四大怪人 可是中立 火車站那邊還有一個隱藏 從來沒有被列過名 我們都叫他怪哥 還有隱藏 怪哥 這個稱號很兇 我們都叫他 就是怪聰之怪啊 他很像Slenderman 他很像個都是 他本來就是四大怪人之一 是嗎 我跟你講中立四大怪人 海大嬸 陳教授 老柯 那個怪哥我忘記他的稱號 我們都叫他怪哥 200公分 然後每次都穿短舊褲 對嘛 對 他是 他老前輩了 他老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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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到底是什麼BOSS 他很屌 他很酷 就有一個200公分的在路邊跳 這樣子 對 會有 會這樣 他有時候口上會拿內褲 對 對 沒錯 而且中立的那個 中立的那個 中立的那個 我還記得特別的名中立先生 台大嬸 陳教授老柯跟 他忘記叫我去 陳教授是什麼 他會在 我們中立有一個光南 光南那邊 然後那個整棟 光南在一樓 整棟樓都是補習班 旁邊有一間摩斯 然後那個陳教授會在摩斯那邊 狂改了 他會去拿補習班的考卷 然後狂改 人家改過的考卷 坐在那邊講狂改 狂改 然後疊一大堆 像日劇裡面才會出現 半公桌一樣 好酷喔